香港電影金像獎至1981年創立以來 舉辦至今已經第40屆 在過去頒獎裡不少出席的電影名人 都有一個令觀眾印象深刻或者出奇不已的舉動 首先是第23屆 由王子華擔任大會司儀 在頒發最佳導演指導掌項前 頒獎嘉賓朱欣 知自己希望成為一名武打女星 並有一項絕招名為露打男主角 近即場示範 無以王子華為男主角 更當眾掌掛他練甲 另外同屆的王子華擔任大會司儀 並負責開場伯 在他的主持下苗玉蓮珠 賺盡當年的香港電影作品 我們不單叫你去搭地鐵 也叫你搭Van仔 亡命小巴不用怕 只要你看了亡不了 還有第30屆金像獎頒獎典禮 謝霆鋒發表得獎感言時 他提到一段有關金像獎 和爸爸謝賢的往事 希望你原諒當日一個 不知天高地口無禮貌的小朋友 最後是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疑估的香港電影導演 楚元先生得到終身成首獎 在發表得獎感言時 自謙說 逼我說句 受知有愧 有沒有心得不敢? 另一生 你えっ欢迎在一起當年的 什樣 或許 早不要